對 越來越多人懶得理黃國昌 因為他的流量不斷的下降 為什麼會這樣子 對 我們先看流量 既然講到這個 我們就先看他的流量 從六十天的流量 我們看他最高的時候是522 522就是國會擴權法案通過那一天 522的時候他的流量最高 因為大家都要看黃國昌所謂密室協商 到底通過了什麼法案 不只是所謂的小草門關心 民眾黨關心 也民進黨跟國民黨都關心 所以那時候流量最高的時候 現在的流量你看一路往下滑 流量剩下最近的這幾天的六十天的 這個關注度 他昨天開的直播 據瞭解是減少了三萬兩千多人的一個 三萬兩千多人 那要原來原來大概是多少 原來大概都是大概快四萬 四萬一個直播量 是幾千人 他現在都剩下幾千人的一個直播順目 所以他的直播順目也越來越少人 離你黃國昌 讓我們看到但是大家對於憲法法庭 這個開會的直播關不關心 事實上是關心的 我們都說上一週我們 上了一堂所謂的憲法課程 我們看這個民調的結果 這是臺灣民調基金會所做的民調 可以看到過去不知道 跟民意見人很多將近都快要到三成四成 現在不知道跟民意見人減少了 而所謂的能夠接受憲法法庭 在做出暫時處分的名義 大概能接受是五成 那不能接受在兩成七 大概都依照在政黨目前之前的所謂國會 擴權法案的支持反對的比例 大概就是如此 但是不知道人減少了 不知道人減少 所以能不能接受所謂的國會擴權 如果是違憲的能夠接受 也高於不能接受 我們臺灣所謂的是所謂的大法康會議 上了一部憲法課程之後的整個民意調查 可以看到民意的趨向之後 我們就要來了解黃國昌 那所謂的要該交的報告 三天要交報告嘛 到底他交了什麼報告嘛 那現在大家也很關心 那天的直播 其實那場的直播 其實也在說明他交了什麼報告 那其實他交了報告 其實有三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是說 他認為現在所謂所謂大法官擔心的問題 有些是質詢跟反質詢的相關的這些問題 事實上是還沒有出現樣態的 還沒有出現在現實中嘛 所以他認為說大法官不應該去做所謂的質詢 跟反質詢的質疑 因為還沒有出現樣態 但是我要講的是說 為什麼大法官必須去了解 你所法律定出來的樣態是什麼 因為他現在要做到暫時處分 暫時處分針對都不是 已經發生了事實 我們做假處分就知道嘛 我們為什麼要做假處分 是因為我怕你脫產 所以我做了假處分 所以一樣 我怕你立法院違法侵害了人權 跟侵害了所謂的行政院的行政權的時候 所以我要做暫時處分 所以我就必須了解你的立法 到底有沒有可能侵犯嘛 雖然現在都還沒有侵犯 但是暫時處分的目的 就是為了預防發生狀態嘛 所以大法官第一個 他提出的這個問題是不合理的 第二個他說立法院跟行政院的互動 是政治性問題 你都知道政治性問題 那你為什麼要立法來解決 如果是政治性問題 就應該政治解決啊 但是國會卻為了一個質詢反質詢 藐視國會的問題 政治性的問題 去立法去解決 第一個你就自打臉了 他的意思說 這個是應該政治問題 憲法法庭大法官不應該進入到裡面 第二個他就講說 這個是政治問題 不應該由大法官會議來解決 我同意喔 不是政治問題 政治問題應該是政治解決啊 投票啊選舉啊 政黨協商來解決啊 但是你立法之後 大法官就應該要出現了 因為你立了法 就違了是否違憲 行政院就必須執行的時候 他就當然可以去提出釋憲 而釋憲的機關不就是大法官嗎 所以黃國昌的第二個問題 也是自打臉 第三個問題 他說應該由政治部門解決 那政治部門到底指誰 難道指的就是你國會去解決嗎 不是嘛 最後所有的法律問題 應該都回到大法官釋憲來解決嘛 所以黃國昌寫的這個報告的 三個最重要的問題 其實都是自打臉 另外他還講 上一次翁曉玲質疑說 我人數比你少 四比十二 四比十二人數比較少 應該發言時間比較多啊 結果黃國昌說 沒有我發言時間比較少 他說我發言的時間 比由大法官的時間還低 他問的問題的時間比我答的時間還低 他很輕鬆啦 他說我的時間應該比較多啊 但是網友就很積極的去統計了兩邊的時間 由柏翔大法官診斷發言時間共七分五十三秒 然後黃國昌立法院的代表總共十七分七秒 黃國昌發言的時間九分五十一秒 多出兩分多鐘喔 超過兩分鐘 所以由大法官的發問時間是比黃國昌少的 而且根本沒有超過十分鐘 所以黃國昌如果你真的那麼輕鬆 說你的發言時間那麼短 讓你沒有辦法進行 你就開直播嘛 你不要來大法官會議嘛 結果你開直播現在已經也都沒有人看 但是這件事情因為牽扯多了 後來就黃川委員他的那個所謂交作業 因為大家都很關心他交作業嘛 那除了時間 我跟你講現在真的網路所有的 所有的人才太多了 時間這個東西真的要先計算一下 但他直接講 民黨很多委員都知道什麼叫反質詢啊 他們是舉林卒芬委員 他們講說你只要看他還擺了一些影片 很久看他們就知道什麼叫反質詢啊 還說好多解釋嗎 但問題是林卒芬 他們沒有要處罰反質詢啊 對啊 黃國昌要處罰反質詢啊 而且你看一年以下 或是最高可以罰到二十二百二十萬 這些東西都是你訂出來的罰則嘛 但林卒他們即便說官員反質詢 但他也沒有要處罰反質詢啊 就好像如果我嫌張益善很煩 但我沒有說要處罰張益善啊 那你要處罰張益善這個行為 那當然就要去大法官解釋嘛 你真的覺得張益善很煩嗎 我沒有覺得他很煩 舉例 舉例 你這麼一問他就不敢拿 舉例 舉例 所以所以這個是為什麼 剛剛前面異森不是有拿出來說 他的流量一直在下降 因為很簡單為什麼下降 就是因為人家質疑你的問題 人家問你的問題 你都沒有回答嘛 或是你回答不是他聽的嘛 某種程度也不像以前這麼熱烈的擁戴嗎 可以這樣解讀嗎 應該說小草呢 一方面也聽到說外界在質疑他的話 小草也會認為說你應該要回答嘛 小草沒有真的說 這覺得說都是你黃國昌說的算像教徒一樣 並不是嘛 你又不是宗教 所以人家問了質疑的問題他也會拿去看黃國昌怎麼回答嘛 但當黃國昌不回答而只講他的時候 像包括連時間你看 這時間是客觀的數據 如果連時間的問題黃國昌都可以說 我的我講話時間就是比大法官來的少 但人家一統計發現你講話時間比他多了 這些你都沒有回答 那當然願意看你的就變少了嘛 那另外是這個交作業這件事情 除了我們講說這個民進黨 他拿民進黨的立法委員當例子的時候 那林淑芬就跳出來再告訴你說 我們又沒有說要處罰他 然後網友其實今天對他提提的東西也是有質疑的 為什麼 因為去看黃國昌花了十三頁去解釋這個反質詢 花十三頁去解釋 坦白說就是一個法條要花十三頁去解釋 對大家來講 這已經很辛苦了 尤其我今天問了 還有國民黨議員 根本十三頁連看都沒有看 所以你看這個內容裡面 他到底有沒有講清楚 大家會質疑 你看他剛剛易善講三個重點 那我們看兩個重點就好 第一個是你看上面紅色圈起來的部分 他在解釋反質詢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怎麼講他說反質詢的含義就是行政院長跟各部位首長 如果立委提出的質詢你沒答覆 而且反而對立委提出質疑責難 結問或是提出跟質詢內容無關的問題的話 這就是反質詢 你知道這個話講完了之後 你知道網友怎麼回的嗎 網友真的很有才喔 網友除了會統計那個時間順序之外 網友也幫黃國昌做了詮釋 你看這個是網友上面寫 PTT網友上面寫的 他說如果這個內容這個會被罰的話 那會不會以下的狀況也是要處罰的 有個立法委員說請部長說明 這個採購項目價格是否合理 那如果部長回問說 你是指一般採購還是緊急採購 那這個算不算結問 反質詢 那第二個例子 他說我立法委員去問部長說 你知道現在一包泡麵漲了多少嗎 我記得類似的問題 好像以前有問過主記長 對面線 對面線 然後那個部長或是主記長說抱歉一什麼面 請再說一次好嗎 那這個是不是也是結問 這個是不是也是反質詢 那第三個例子 那個如果有立法委問部長說 那你養的狗有吃得這麼好嗎 那部長如果回問他 我的狗跟質詢內容的關係是什麼 那這是不是也是結問 這是不是也是反質詢 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 這個黃國昌所丟出來的內容 對網友來講 看到更多問題 好不好聽到更多太陽 所以這個就是他提出來這13頁的 看起來不但沒有回答大家問題 而且反而這個創造新的問題 然後讓大家覺得更妙的是這個你這個丟出來這13頁不是要答覆大法官的問題嗎 結果反而出現第二個重點是他真的還在嗆大法官 你各位看這一段話到底像不像在嗆大法官 就前面那個易善有大概講一下 他說這個到目前為止立法院沒有出現大法官說的反制作為 然後也沒有公民或官員的基本權利遭受任何實質侵害 這句話很奇怪耶 人家現在就是怕你訂出來的法律之後造成侵害 所以才要申請大法官釋憲吧 但是你怎麼能夠用說 因為現在沒有人受害 所以呢這個法你就先讓他先坐在說 這很怪吧 因為之前我如果印象中上次那個有做緊急處分的案子的話 是患發身份證要案子文的案子嘛 那我們現在賴總統當時是立委的時候呢 他們去申請要做釋憲跟緊急處分嘛 所以那個案子也是一樣狀況啊 也還沒有發生實質侵害啊 但是就是避免發生所以才要釋憲跟緊急處分嘛 所以他拿這個去解釋呢 反而是總統說是打自己的臉 但下面他竟然說這是高度政治性的問題 要由政治部門決定 不是憲法法庭適合介入的標的 然後說大法官是透過假設性的預想 提出如此高度政治性的問題 你知道今天我聽到最好解釋是什麼嗎 今天有人在解釋的是說 啊不是這個國小國中的公民課本就有在教 政治就是管理眾人之事嗎 那現在在解決管理眾人之事 請大法官來解釋不是剛剛好而已嗎 那什麼叫做政治問題 就不能透過大法官來解釋 所以他講的話這些部分讓大家看了之後 會質疑的點很多嘛 但是回來講這些質疑的點 看起來黃國昌都沒有打算要回復嘛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大家看他的那個流量聲量部分 你知道易三那個表凸顯出什麼事情嗎 他從最高峰時期到現在掉下來的時期 你知道中間少了多少嗎 對喔 少了87% 就是網友在講87% 一個股價如果要是跌87 太得了 這個87已經不是腰斬的概念 這87是膝蓋斬的概念 就跌到膝蓋以下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說他聲量為什麼掉這麼多 很顯然的跟他過去對這些問題呢 都沒有正面回復有關 而且讓大家質疑說 這些內容尤其特別去挑這個民進黨立委的 這個反質詢出來講 他反倒證明了一件事 就即便人家從地方議會到中央講了這麼多反質詢 沒有人說要去處罰官員嘛 那處罰官員這種事情 才黃國昌提出來之後 那他又不能對反質詢提出一個合理的解釋的話 那對大家來講 你這個國會的擴權的內容 就會引起更多的討論跟爭議